我是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 我已經是當然的選委會成員 這次的完善選舉制度 是確保愛國者會治港 新的選委會有千二人五個界別 有更廣泛的代表性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這個新的選委會是任重道遠的 夏寶龍主任都講得很清楚 除了要全面準確理解基本化 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之外 還要有能力的人 能夠破解香港很多深層次問題 例如土地房屋的短缺 青年人向上流動缺乏機會 和貧富差距 我相信選了新的選委會 和明年選了新的立法會之後 我們現在修改立法會時規則 已經是盡量減低極端的拉布 妨礙施政這些問題 相信下一屆的政府和下一屆的議會 是可以協助特區政府採取一些 有突破性的措施有新的思維之外 還要破解濕層次問題 要能夠團結各方面 並且是要勤力理職的 我相信我們消除了過往 那些反中亂港的人士 在立法會上搗亂防外施政 新的特區政府 明年選到新的行政長官組織 新的政府是可以協助香港 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是促進我們的經濟發展 以及是促進我們社會的和諧